黑衣男路都走不穩 對著路邊的機車出氣 像打保齡球一樣大力推倒 還把安全帽打飛 對著空氣不停叫慢 沿見道路兩側的機車 一共19台全部躺平 路邊民眾拍下過程 不敢靠近 沒辦法只能叫警察來 男子渾身酒氣 繼續胡言亂語 被強制帶上警車回 派出所做筆錄 事法23號中午 彰化縣园林市三明街 車來車往 附近就是KTV 民眾聽到碰碰碰的聲音 還以為棒球隊出現了 沒想到是奇怪男子出來搞破壞 他因為工作不順利 那喝完酒之後 坐在地上 看著這些機車 都覺得這些機車在笑他 警方通知19名機車車主 其中有5人要提高回損 得好好負起責任 記者 車社群全管理雲杰 展文化報導 男子提供 記者 快品 第四株 展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